最近銀柱盤的數字,飆升了差不多三百個 雖然對比以前,最高峰差不多六千個,進了一段距離 但大家會見到那些政府經濟預測增長又要調低 外國估計香港下年的股市都會跌 五個百分之十、二十個百分之都有不同的評估 樓價都繼續下跌,不過租金就連升九個月,香港人真是幣危 今年租金都升了6.2%,租金對你那些中下階層租劏房的 或者甚至你做生意,租金繼續飆升,經濟是出現滯漲 經濟是不斷,經濟是出現倒退甚至衰退 但租金同時上升,對市民來說是最辛苦最差的局面 但你看到陳茂波這班人全部一籌莫展 除了自己去吹噓之外,根本就見不到他有什麼政策可以帶出來 你只見香港這班官一一嘴就吹噓,好像律政司司長林鄭郭 我是說那些法治,香港法治指數,因為我有自己觀察的方法 還在講罪片教授別人,教授別人,就是怎樣呢 我可以在馬路上去看,看看有沒有人亂過馬路,有沒有人衝紅燈 原來這樣就代表到一個地方的法治指數,首先我當這件事成立 是可以做到的,你不是應該同樣說,統計的方程式是怎樣呢 每天在哪個時段,是否同一個時段,在同一個街口去看呢 或者要收集多少街口的指數呢 因為不同時段繁忙時間,非繁忙時間都可以很不同 完全沒有這些科學、數學那些距離句,完全說得就說 我想問,你說人們自動守法的意識,但法治亦是說政府的執法和司法系統的問題 那裏也佔了很大的比重,你不說你自己本身的部分,就是市民的部分 什麼都是複死市民,有些地方,譬如日本也曾經說晚上深夜就算沒有車 一樣不出紅燈,但這樣是否代表日本不會出現其他法治的問題呢 這些根本就是你見到這班廢官,說得就說,不如我又說你政府的醜聞 你講完他醫院,上次都說過百億新的大樓,啟用了幾個月 已經被人發現了,偵查發現電線槽,嘩,偷官減料 好,然後偷官減料,問你醫管國,醫管國就不是 我兩次叫分成健商,自己去測試,他就OK了 讓他自己查自己,就這樣去過骨 結果要上新聞,醫管國才另外去請一些專家 因為他負責去做這些檢驗,然後又發現,不單是這個港華醫院 啟德,體育員又是,電線槽又是不合格的,厚度完全是答不到標準的 我當時都說,其實你政府不要直接查電線槽,港華醫院 查其他設備有沒有問題呢,今天就電線槽,明天不知道 最近有發現,甲板用了幾個月,要是脫光出來,撬起來 甚至醫管國不是不知問題,港華醫院是知道的 有些地方貼上兩吋長的玻璃膠,問題就來了 你明知道有問題出現,為何你不公佈 又是涉嫌偷官減料用次貨,不知道中間人們落格 為何你不公佈,你是不是跟性建商打龍通 ICAC你去了哪裏,這些很明顯是隨時貪污腐化 香港的公帳,你政府批准下去,然後有人落格,偷官減料 已經最少兩個項目在港華醫院被踢爆是這樣 就是用了幾個月而已,再花一筆錢,又要去維修 你告訴我,竟然是不見醫衛局和醫管局這兩邊 是主動出來和市民交代,主動和傳媒說 是不是想將大事化小小事化毛,又不是要搞包庇 ICAC死在哪裏,為何那些東西你有沒有去查 你政府平時有沒有做這個監管 好了,媒體問你究竟你收貨標準是怎樣的呢 完全不答,那是誰的承建商呢 說都不肯說,為何連承建商的名字都不肯說 為何連你收貨的標準都不肯說 為何要那些東西這麼神秘 開城報告,即正等於有警察無緣無故會去教別人玩滑翔傘 然後搞出意外,原來妄固安全,安全扣甚麼都不去檢查 然後又發現這些是秘魯來的 收人錢幫人買裝備,中間吃叉架 有沒有向警隊申報,警隊都說不評論的 是可以這樣的,現在 所以你們還說甚麼香港法治指數 然後你們還說甚麼香港經濟 原來這麼多東西在香港是脫脫漏漏 穿了這麼多洞 你們這班官員不是跑去補洞的 是跑去掩飾它 你看香港現在千瘡百瘡 隨便講了大把問題數到出來 那些國際性事、體育大事 又變成醜聞又這樣又那樣 你們這班人知不知醜的 天天就出來,在這吹水不抹嘴 又說好像KB又說達標 不知你哪法又可以達標 然後你們這班人收的錢 是差不多全世界數一數二它這麼高 但辦事能力,它基本上 你給大家看看 以前香港公務員團隊很出色 現在連續兩年,辭職率2.1%、2.2% 35歲以下的流失 由1998的人到現在每年千多二千人 那為何會多了這麼多 你心知肚明 香港根據鄭雷鴻說要做一些超級聯絡員 我想問你憑什麼去聯絡 以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現在被人少 國際金融中心加兩隻字為止 即你究竟你香港有沒有想過 其實你原本的優勢它在哪裡 你這班執政的 逐漸就將香港的優勢 即越縮越細 無緣無故就變成上面其中一個普通的城市 好了,平時說 執美地那些,即有沒有愛國 那些小學的人民科要怎樣改 要搞多很多東西 那些金融中心得獎 那些金融中心得獎 香港人得獎 出役謙得獎 何思惟他得獎 有沒有你見到楊潤雲會去祝賀他 有沒有金融中心那邊都不會祝賀 誰知祝賀獎會不會有台獨有這樣那樣 是自己在自我審查上綱上線 然後你就會見到 現在這班官主是搞一些政治任務 搞一些拆鞋子東西 但叫你實際上在經濟民生你想做 做不到些甚麼 好了,當你香港沒有你以前那種獨特的優勢特色的時候 你香港憑甚麼,你說話別人會聽你 所以你想成為香港 要做這個中外之間的聯絡員 不要太高估自己 李家超你們都要聰明一點 夏寶龍來香港見到英資 見到太古 見到一些香港商界,見到一些外資 他為甚麼 想吸引一些外資他過來 即側面就告訴他們 為甚麼香港現在的外資 是否比例越來越小 你只看股市 七成幾八成都是中資 但中資現在都不怎樣 你香港只靠中資,香港只靠中資就很大鑊 但外資又不斷減少 搞到連夏寶龍都要出來做陳後波他那份 走去見那些外資的高層 達爾 達爾